那现在是越南时间的2023年4月1日 非常开心 现在是晚上11点钟 非常有缘 迎来了我们台湾的贵宾 我们台北的大帅哥 还有大美女 OK 那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贵宾 那这位小姐你好 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你叫什么 我叫英文名字是要拉 OK不要拉很好 这位 我叫Martin Martin来自台北市 OK好的 那你们过来呢 这趟就是过来晚几天了 一个礼拜 那在河内四天 那在胡志明三天 OK 我听说你们刚从林平回来是吧 是 OK 那那个我可以采访一下你的朋友吗 是 OK 我有听Martin说你在台湾和他认识之人 是 那我看看你现在是在台湾工作还是读书 我是在台湾生活的 生活的 对 哇厉害 但是我听说越南人如果是深情 去台湾相当难的哦 你怎么可以在那边生活呢 嗯 那你是持的什么样的签证呢 因为我爸妈都是台湾人 哦 你爸妈已经是台湾人了 对 你不是越南人吗 是妈妈是越南人的 哦 就属于第二代台湾人了 对 越南裔的台湾人了 对 哦 那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我是在越南出生的 哦 在越南出生的 那你是大概多大的时候到台湾那边去的 哦 三年以前的 就三年以前 对 三年以前 那你在台湾一顾生活多少年了 哦 三年我来那边是留学的 哦 留学 哇 那留学到还是很棒哦 嗯 那你留学的时候学什么专业呢 我学家领管理 经营管理 对 家领管理 那我们有很多台湾的学生哦 就越南的学生 他们很向往去台湾留学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呢 来学真正的中华文化 那学习良好的传统 那真的 你有这个机会啊 大家都很羡慕 真的 因为有很多越南人 他们的中文很好 还有很多呢 想要进修一下 更多的了解的 由于经济条件 还有家庭限制 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他不能够到那里去留学 真的 我觉得哎 你有这样的留学经历 可别棒 谢谢 嗯 那你是 我听说台湾的话 教育最好是在台北 是不是 学府又多 建设又漂亮 然后呢 学校 怎么讲呢 提供的奖学金又空透 旅游的也多 美食的也很多 那你是在台湾哪个城市 我说 我是在台北的 也在台北 台北啊 我知道有很多几十家 非常有名的学府 秦华大学是不是在台北啊 新竹 新竹 我新竹就台北旁边嘛 没有一点点西边 ok 那你在那边 留学了三年对吧 ok 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有了 这个 台湾的中华民国护照了 嗯 是身份证的 哦 你已经有身份证了 是 不过是 居留证不是身份证 哦 居留证 那对你的妈妈是越南人 爸爸是台湾人 嗯 然后这样的话 对像你这一代 他应该是有一个要求的 生活的权限是吧 嗯 生活一定权限之后呢 才能 好像在台湾是六年是不是 对 哦 要生活超过六年 就可以获取这个 呃 身份证 那还是不错的 你现在在那边生活三年了 好 对不对 再坚持三年你就可以获得台湾的身份证哦 嗯 是不是 对 真的太棒了 很羡慕你哦 那你在台湾的生活这么长时间 你觉得台湾和越南的文化有哪些想象的部分 嗯 嗯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是 嗯 嗯 生活的话比较不一样的 对 比如说呢 比如说是食物 食物 嗯 然后 衣服 衣服 嗯 嗯 越南传统服装穿奥袋啊 这个知道 还有食物啊 你们吃粉比较多 嗯 我们在华人世界有多种多样的 割冲 煎炸 这个烹 还有卤 蒸 总之啊 嗯 但是 我觉得但是 嗯 我喜欢食物 我觉得是 台湾珍珠奶茶很好喝啊 然后 啊 交通很方便 这还用说哦 对 珍珠奶茶 台湾珍珠奶茶全世界最有名了 你知道光河内哦 嗯 一千多家台湾奶茶店 重要的品牌很有名的 台湾顶茶 台湾黄茶 还有一些不太特别有名的 有台湾古茶 还有很多别的不太有名的 光有名的 台湾顶茶在河内 九十二家奔店 哦 还有 那黄茶一百零多家 是很多了 这只是在越南方面 全世界有更多了 是很多很多 那奶茶 那你说这些呢 就是你 这是饮食方面 对 那还有是语言是吗 嗯 语言呢肯定啊 台湾呢是说华语 对 写汉字 写汉字很难哦 对越南来说 那你现在汉字水平 大概能看懂这个正体汉字吗 可以看懂 哦 就写的话会难一点了 对 可能呢我们差不多水平了 我们俩 因为我呢 那我出生在大陆 可能我大概是 从小的时候呢 我的父辈呢 还有这个长辈 他们也是写繁体的春联 平时他们写 比如说写一个收据或者是写字呢 长辈呢就是60岁以上呢 他们也还是写繁体 所以我看到呢 基本上都能认出来 但是写的话 可能写一些简单的 所以我们的水平应该差不多 哇 那 台湾的气候 你习惯了没有 台湾的天气 我觉得台湾的天气很好的 有没有和越南很像 不 不太一样的 因为台湾有地震和台风 哦 这个倒是真的啊 朋友们 越南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面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地震的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因为他这边呢 靠海 最窄的只有50公里 宽的呢 200公里 所以呢 它是一个就是 越南和老挝之间 在台湾 我们叫廖国 中间有一个长山山脉 从长山山脉到海呢 全都是平原的 北部有 这个红河三角洲 南部有媚公河三角洲 它冲击出来的平原 可以说很好的种植水稻 养活了全越南人 不仅如此还出口水稻 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水稻出口国 那真是很棒 大家都是听过台湾 那个泰国香米很有名啊 其实大家还不知道是越南的香米也是很有名 只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越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所以很多人他不知道 有来过越南的朋友一定要 如果你吃过 你有吃过红河的这个大米 是真的很香 就是米煮出来 味道就特别特别香的 那气候的话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 他是台北的 他就说他来河里感觉气候很香啊 因为你是台北人对不对 这个我应该采访你比较准确一些 你看你生活在台北时间比较长 对吧 几乎都台北出生 台北长大 除了到国外有求学一段时间以外 都是很地道的 那我看你英文这么好 肯定是在英语国家留学的 我前后在澳洲留学过两次 澳洲新西兰 都是英语母语国家很厉害 蛮短的 那您觉得台北和河内的气候怎么样 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因为河内其实它是蛮靠近中国的广西 那以纬度来说的 其实跟台北不是差距太大 所以其实它的四季还蛮分明的 对这一点上面我是觉得 河内跟台北是还蛮类似 但是胡志明市就另当别人 是是 有很多第一次来越南的台湾朋友 他说 哦 我没来之前我以为越南就是很热 东南亚气候雨 我没想到哇 冬天也这么冷 这个夏天那个冬天也这么冷 因为前两天上周的时候 20度大家都很冷哦 啊我穿雨如服哦 所以他们感觉之后就感觉很震惊 嗯 其实呢河内 越南的北部和台湾的台北是一样 一年四季分明 春夏秋冬 非常季节分明的 冬天呢也特别冷的 只是时间短一些而已 那你在这边呢就是饮食习惯吗 你过来 嗯 因为我在台北就蛮喜欢吃越南的料理 比如说河粉啊 春卷啊 那我 我来这边我就觉得蛮习惯的 可能跟我游历过超过40个国家也有关系 所以我的适应力蛮强的 就是我到每个地方我就会去 去享受当地的一些风俗人情美食 我听他们说在台北的话 就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越南餐厅 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 对包括夜市 到很多 餐厅 甚至百货公司或是shopping mall 嗯 几乎都有 因为台湾目前 我记得没说的话 大概有50万的越南人 哇这么多 通话结婚或是求学 嗯 还有打工的 打工 所以大概有50万的越南人在台湾 散布全台湾 南部呢 都有的 两边来回跑 对 那方便问一下您现在做什么工作吗 我现在是在音乐 我帮一个歌手当他的管理 哦 经纪人是吗 对 经纪人 这个很厉害 这个经纪人的话真的很棒 哦 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很羡慕这种职业啊 每天和明星接触 哇 出入高档场合 他会感觉 哎 就是很多明星啊 很多呢 就是 哎 成功原始 他我觉得很棒 那你做这份工作大概时间多长时间 那是我刚开始是11月的 ok 刚开始是11月2022的 哦 去年11月 哦 那也有小半年了哦 嗯 差不多了 现在4月份了嘛 6个月了哦 嗯 那就是 在东南亚来回跑 哦 包括越南 那 台湾 还有 新加坡 那 那你的歌手是哪个国籍 嗯 是 我的歌手是越南的 越南的 越南的 ok 嗯 是介绍一下 嗯 是这个是 明明 ok 那朋友们 认识一下 ok 你好 好明 ok i heard your friends say you're a singer right ye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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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lready sing the chinese song or english song or vietnamese song or vietnamese song i can you can both yes ok very good yes i studied classical music in vietnam national called music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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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wow do i have a chance to hear your yeah can you try a few can you try a few yes ok i can sing a vietnamese song ok yes ok i try ok ok wow perfect really 虽然我听不懂这个大意啊但是我能听出来这个调哇真的特别特别棒 very professional真的 哇真的太幸运认识你了那个交个朋友吗 i'm steven thank you so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steven thank you steven m can we take a group photo yes ok 好了朋友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朋友这么老远跑过来专程的约我们见面 然后还给我们带来一位非常棒的越南歌手哦